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個名為彩虹村的村莊 每個村民都有屬於自己的顏色 而每一種顏色都代表著一種個性 在彩虹村中有一個彩虹塔 在裡面有著村民顏色的能量來源 水晶球 但村莊的和平並沒有維持太久 暗黑魔王已經展開行動了 彩虹村的水晶球有危險了 欸 欸 你知道為什麼冰塊融化嗎 嗯 不知道 因為他不想當真啊 好緊拍球了捏 欸 對啊 真的很難笑 欸 怎麼球 走下去打球 喔 不要 欸 那我們走 欸 好啊 好啊 這裡 咖啡 好可怕 這裡 你要寧了 這裡 各位似乎 巽箱成鄰居 嘿嘿 等一下可以按讚 走去 真的會太累了 好久沒消失 伯伯怎麼可以跟大家走私 這裡是哪裡啊 好想看哦 好想看哦 Lun Sang 跨原甲 Lun Sang 跨原甲 Lun Sang 跨原甲 伯伯在哪裡啊 美鳳 妳怎麼在這裡 她發生了什麼事 她身體都這麼不好 妳還這樣亂嚇她 知不知道她反省 我知道妳很愛開玩笑 但妳知道她的病情 怎麼辦 她會不會永遠都醒不來 妳為什麼要這樣嚇她 要是書上沒有寫 怎麼治好她的方法怎麼辦 是不是要王子親她 她才會醒啊 波腿 波腿 嘿大家 我可不可以跟你們一起玩 你跟我亂下來 我們才不要跟你玩 沒關係啊 她想玩就讓她跟我們一起玩啊 不要難過啊 她不是真心的 是不是像他們說的一樣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喜歡黑色 是不是都沒有人喜歡我 不會啦 每個眼線都有每個特色啊 欸 我帶妳去看個東西 於是 他們來到了彩虹村的能量來源 彩虹水晶球 你看 這是來自於彩虹村的水晶球 是我們彩虹村的能量來源 所以我們採用這樣的好好保護它 是不是沒有了它 這個世界就不會有其他顏色了 對啊 怎麼了 那我要讓你們變得跟我一樣 啊 啊 啊 首先就破掉了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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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大家幫忙好了 大家 大家 不好了 不好了 啊 啊 大家怎麼變成這樣子了 你去哪裡了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 水水水水 水晶球被打破了 什麼 水晶球被打破了 怎麼辦 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冷靜下來想想辦法 啊 我想起來了 我爺爺跟我說過 水晶球是從雲彩國度來的 或許那裡的人可以幫我們 那我們趕快出發吧 嗯 海洋村 正線路前首位的危機 想求各位小勇士們的相同 小勇士們 小勇士們 相信你們的關係 踏到這趟旅程嗎 讓我們一起去冒險 拯救彩虹國度嗎 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忙 才能進入彩虹國度 各位小勇士們 出生好 前往林彩國度拯救彩虹村 一起打敗當魔王吧 小勇士們